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并根据宪法 选举产生了新的国家机构领导人 充分体现了人民的选择 正如当时的报纸评论 这种机会中国人民哪里得到过 这是中国的大喜日 六亿人民心上开了花 那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制度 它是如何确保人民有效行使国家权利的 又是如何通过法律 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刘国新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党史故事一百奖 首届人大奠定国本 今天我们讲首届人大奠定国本 首届人大呢 就是指的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 这个事情呢 是这样 1952年12月 中共中央提出来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了 应该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 1952年12月这是 转过来1953年1月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 就接受了这个建议 决定在1953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 但事实上1953年没有召开 是1954年才开的 原因就是1953年呢 有自然灾害 所以就推迟了 虽然会议召开推迟了 但是这工作没有推迟 所以1953年的工作呢 还做的是有声有色 轰轰烈烈 首先做的就是第一步 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那就叫普选 全国普选 全国普选的第一步要求做什么呢 得选举 选举得有根据呀 就要制定选举法 所以首先成立了由周恩来任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的起草委员会 这个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节奏非常快 1月中旬决定 到2月不到一个月 20多天就拿出来了选举法了 这个选举法周恩来报给毛泽东 说没有别的意见 就是有人提出来 现在这个选举法的名称应该加上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也就是原来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那么建议加上毛泽东同意加上 说这个选举法很好 没有做任何修改 那就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选举法首先就确定了选举的普遍性原则 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8岁以上的公民 不分年龄 性别 种族 民族 职业 宗教信仰 教育程度等等 没有这个限制 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那么有些老人呢 就回忆起民国初年了 说那个时候选举 选举法规定 有选举权的 要有五万元以上的横产 或者是举人以上的公民 要么就是能每年提供两块大洋的田赋 就是税 农业税 田赋 所以要有这个限制下 那就是选举权的只能是少数有钱的人了 在这里边 选举的普遍性原则里边 前面其实规定了 不分年龄 性别 但是在这一条下面 又单独列了一条 妇女与男人 同样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其实前面都有的 不分性别了 但这里边又专门提出了 妇女与男子 有相同的选举权 被选举权 什么原因呢 就是要突出地强调一下 在这里边 如果光讲个性别还不够 一定要把这个妇女单独提出来 这就是要表明新中国 在对妇女的解放 提高妇女地位上 是放到法律层面来倡导的 第二点呢 就是关于选举的平等性 也就是说 每个选民只有一次选民登记 每一次选举 每个人只有一次投票机会 每个人都相同 没有任何人可以有特殊的 这是选举的平等性 另外呢 选举法还规定 要各级 从中央到地方 都要建立 成立选举委员会 选举委员会 负责整个选举的过程 从选民登记 代表的候选人名单 然后选举日期的确定 选举大会的召开 整个会议程序 选民证的颁发 然后候选人 这个当选以后 候选资格的这个证书 以及最后 把选举工作 整个工作 要书面上报给 本级政府和上一级的选举委员会 另外呢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这个数额选举法 也确定了一个基本的原则 一个就是 考虑到要代表各方面的人士 反映到全国各条战线 所以代表的人数不能太少 当然了 也不能太多了 要便于召集会议 所以要控制在 相当的规模之内 第二点呢 要考虑到代表的广泛性 还要考虑到它的代表性 就是各个地区 各个民族 各个阶层 党派 都能有自己的代表 这样的好处呢 是一方面 能代表人民的各种意见 反映到 这个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上 另一方面呢 它又能及时地 迅速地 把会议的内容和精神 传达给广大群众 变成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 选举法公布以后 第二步工作 就是要进行人口登记了 人口登记的目的 就是要为选民登记 做准备 那么这次人口登记呢 因为采取了比较科学的方法 而且呢 也做了及时地 这个补漏 补报的工作 所以整个人口普查下来 很少有错漏和 重登的现象 所以还做得比较好 这次人口普查 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普查 它不仅仅是为选举工作 做了好的基础 而且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建设 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 比如 关于人口的死亡率 建国这几年间 迅速地下降 另外呢 在这个人口普查当中 也发现了一些百岁的长寿老人 而这些人呢 大部分都是劳动人民 比如吉林 有一位百岁多的老人 一直到1953年 还被评为林业模范 广西有个老婆婆 一百多岁 一直都是从事农业劳动 到了晚年 还能自己走路还不用拐杖 还能自己洗晒衣服 这样的数字 对我们来说 都是原来想象不到的 通过人口普查 都获得了这样重要的数据 在人口普查基础上 我们开始进行选民登记 选民登记 一共登记的选民 也就是18岁以上的 选民有3亿2380万人 登记的选民 占18岁以上的总人口数呢 达到了97%还多一点 97以上 选民登记以后 参加投票的 2亿7800多万人 占选民登记总数的 85%多 这个投票率应该是相当高了 广大人民群众 对于这次选举 都抱着积极 踊跃参加的态度 选举的当天 到处都是敲锣打鼓 张灯接彩 天津一位女青年 她的结婚 那天正赶上选举日 她为了 等这个投票 专门就等了两个小时 投完票 才上的花车 所以她就说 结婚是大事 选举更是大事 结婚是喜事 选举更是喜事 南京有一个妇女 因为生产生孩子 没法参加投票 她就给孩子起了名字叫选育 以纪念这次选举 那么经过各地的选举 最后产生的是 1226名出席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那么在这个选举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过程中呢 实行的是直接选举 和间接选举 相结合的选举方法 在县以下的基层单位 采取的是直接选举 县以上的 采取的是间接选举 在县以下的直接选举当中 可以采取不记名投票 也可以采取举手表决 特别在基层 乡镇一级的 因为这主要考虑到 当时的群众当中的文王半文王 还比较多 所以可以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 县以上呢 采取的是 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1954年9月15日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 在中南海淮仁堂 隆重开幕 毛泽东主持会议 并置开幕词 他以坚定的声音 宣告了中国人民的总任务 代表们一次又一次的热烈鼓掌 此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史称五四宪法 它的制定是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的典范 开启了新中国社会主义 民主法治建设的新纪元 在1954年的9月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 在北京 中南海 淮仁堂 隆重开幕了 下午三点 大会正式开始 毛泽东主持了开幕式 并且致开幕词 毛泽东讲 我们这次会议 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革命和建设胜利的 基础上召开的 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那么这次会议通过的宪法 将开启 我们各项事业的一个新的征程 我们要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 把我们这样一个 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 建设成为工业化的 具有发达程度的文化的 社会主义的国家 他说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 正义的事业 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 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 克服一切艰难困苦 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 伟大的社会主义 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 我们的前人 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这段讲话之后 全场给予热泪的掌声 这些话现在充分起来 都是非常鼓舞人心的 毛泽东 开幕思治完以后 做国歌 做完国歌 全场起立 为在中国革命事业 斗争中牺牲的先烈 默哀三分钟 这时间相当长 默哀三分钟 然后开幕式结束 会议休息四十分钟 9月15号下午四点 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开始进入第一项议程 由刘少奇 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草案的报告 从16号开始到18号 三天时间 大会就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和刘少奇 关于宪法草案的 说明的报告 进行讨论 上午是小组会 下午是大会发言 与宪法草案 在征求意见的时候 不一样 在大会发言的代表当中 大家对这个宪法条文本身 已经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了 所以他们更多的是关注 如何贯彻和实施这部宪法 比如 四川代表吴玉璋 他与这个董碧武 徐特丽 谢绝哉 林伯渠 并称延安无老 吴玉璋在发言中 他就讲 说这个宪法的颁布 应该作为我们国家 在长时期内的 一项基本的 根本性的任务 把宪法的宣传和贯彻 当作我们国家 长时间内的 一项基本的政治工作来做 把它作为 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 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 一个主要的 基本的内容 他特别提出来 关于宪法的教育 在青年人当中的重要性 要让青年人了解宪法 贯彻宪法 为此他提议 要将宪法 或者是 包括宪法条文的课程 作为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 共同的必修的政治课 以便系统的 学习 这是吴玉章的一个建议 那么 我们这个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副主席 民盟中央主席张岚 在发言当中 他就讲 说要把我们的宪法 做到家喻户晓 说宪法既然是 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 那么我们从中央到地方 从政府到民众 大家都要共同去遵守它 他说 我们这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我们亲自参加了这个 庄严的制宪的会议 那么我们更有责任 来宣传宪法 监督宪法的实行 还有的代表在发言中就讲到 说 由于过去反动独裁政府的统治 以及不合理的这种社会制度 造成了 人民群众 不知法 不懂法 不守法 这样一个习惯 所发现的 一些工商业者 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 还有部分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违法行为 都说明了 这个守法的 这个重要性 所以要在人民当中 广泛地进行守法教育 特别是工商业者 要守法 守法经营 而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呢 也应该在守法的精神方面呢 起一个模范作用 我们现在全面 依法治国建设 法治国家 对这样的历史经验 都是应该 加以重视的 在这三天时间里面 大会一共有89个人发言 9月20号 大会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进行表决 这一天到会的代表 1197人 表决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获得1197票通过 全票通过 当时的这个执行主席 周恩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 通过 于1954年9月20日通过 全场响起一周类的掌声 作家周立波 在他的回忆里边讲 暴风雨般的掌声 持续了五分钟 9月21号 大会进行第二项内容 通过了组织法 那就是国务院组织法 人民法院组织法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三项议程 从23号开始 大会听取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 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如果从历史上来考察的话 这大概是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 因为我们知道 在政协第一次会议的时候 还没有做这样的报告 因为刚刚成立嘛 中央政府刚成立 一届二次会议呢 主要听取的是 关于这个土地改革的问题 是刘少奇做土地改革的报告 一届三次会议呢 也没有 一届四次会议 周恩来向会议做了 叫做政治报告 这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他第一次做政府工作报告 这个惯例一直延续下来 周恩来在报告当中 对五年来 我们建设的各项事业进行了总结 当然也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这个报告相当长啊 两万多字呢 相当长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是周恩来指出来 经过五年的发展 我们的发电量 1954年呢 达到108亿度 是1949年的2.5倍 钢的产量217万吨 是1949年的13.7倍 他最后结论 这些数据表明 我们正在朝着社会主义工业国家前进 那么我为什么说这个给我印象深呢 因为周恩来就在这次报告上 专门讲到了 要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的状况 要使我们的革命达到目的 我们必须建立起 现代化的工业 现代化的农业 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 和现代化的国防 这句话 这句话后来被我们党史学界 和史学界 理论界 认为是四个现代化的最早的表述 当然后来四个现代化的内涵 有所调整 就是把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 改为现代化的科学技术 也就是现代化的工业 现代化农业 现代化国防 和现代化的科学技术 四个现代化 所以有的时候历史是很有意思的 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提出了四个现代化 1975年在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上 再次重申四个现代化 在当时那个年代下 对人民的鼓舞 鼓舞人心 所以后来我们的现代化建设 后来在改革开放以后 把它作为一个 更为广大群众所接受的 更具有中国特色的奋斗目标 叫做小康 建设小康社会 那么小康社会在上个世纪末 提前完成全国总体实现小康 那么现在呢 我们正面临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这样一个历史时期 2000年我们提前 总体上实现的小康目标 我一直坚持 这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 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 总体上实现的小康社会 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目标 那么我们现在要全面实现小康 那更了不得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 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 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副主席 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副委员长 秘书长和委员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等 毛泽东主席根据宪法的规定 提名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名 通过了国务院组成人员人选的决定 请继续收看首届人大奠定国本 9月27号 进行大会的第四项 就是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副主席 以及各个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 这一天的大会执行主席是刘少奇 刘少奇根据当时大会有33个小组 109个人联名提出的候选人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候选人朱德 刘少奇在大会上宣布了这个候选人名单 宣布完之后会场上就响起了掌声 然后刘少奇问 有没有别的提名 会场上很安静 停了片刻 刘少奇又问 有没有别的提名 这时候会场上用热泪的掌声 就是认可这个提名 于是就开始刘少奇讲 那么开始投票 投票的规则 自己可以选自己 如果你认为 这个选票上的人不合适 可以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 这是就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投票 接着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副委员长 秘书长委员进行投票 又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进行投票 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副主席投票结束以后 很快计票结果就出来了 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朱德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毛泽东当选主席之后 立刻就宣布 他提名周恩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国务院总理人选 为了节省时间 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两张选票 以及国务院总理的认可的表决票 三张票一起投 为了节省时间一起投 这样到晚上十点 经过短暂的休会之后 又重新接着开会 宣布选举结果 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的委员长 宋秦玲等13个人为副委员长 腾真为秘书长 王坤伦等65个人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委员 董碧武当选为最高法院的院长 张鼎成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 周恩来国务院总理 28号 根据国务院总理提名 陈云 彭德怀 邓小平等十人 为国务院副总理 大会通过了这个提名 秘书长 习仲勋 到下午毛泽东正式宣布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圆满结束 在讲宪法制定的时候 曾经讲到 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在国家体制上 也做了一些调整 两级政府体制 变为一级政府体制 那么经过刚才我所讲的 人民代表大会的这选举程序之后 又有新的变化 比如原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里面 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设置 那么在一届人大 就不再设人民军事委员会了 而是设立国防委员会 国防委员会经过选举 主席是毛泽东 同时在国务院增设国防部 国防部部长彭德怀 这又是一个变化 再有一个变化 就是国务院成立以后 原来是中央人民政府 国务院到地方政府 现在国务院成立以后 国务院是中央人民政府 国务院对地方各级政府 是一个垂直领导 地方各级政府 就省一级的地方政府 一方面对国务院负责 同时他还要对 本级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而省级以下的人民政府 是对省级人民政府负责 同时对他本级的人民代表大会负责 这就形成了垂直领导 和双重领导相结合的 这样一个行政管理体制 这也是一届人大以后 所确立的这样一个国家 行政管理体制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 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 继续存在 在国家政治生活 和社会生活 以及对外友好交往活动中 继续发挥着多重的作用 为推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事业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么在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后 人民政协的职能 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呢 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 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 原来政协是带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之权的 现在人民代表大会有了 那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它的性质 它的作用 它的任务 它的使命 是什么呢 有人认为 有的人认为政协就没必要存在了 它原来是代行 现在人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 政协也就没作用了 也有的认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 那么政协会不会成为一个半权力机关呢 对于这些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 毛泽东专门召集 各民主党派 民主人士开会 毛泽东讲得很清楚 人大召开了 它是个权力机关 那么政协呢 有继续存在下去的道理和理由 因为政协 它还是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 那有人讲是半权力机关 说这个是不合适的 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中心 一个权力机关 所以它不能是半权力机关 但是它也不是行政机关 它是什么机关呢 它是党派性质的 统一战线组织 那么为了明确政协的性质任务和作用 1954年12月 召开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二届会议 这个会议呢 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 把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 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它的性质就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团结各阶级 各民主阶级 各民主党派 各人民团体的 以及海外华侨 和海外爱国人士的 这样一个统一战线的组织 它的任务呢 毛泽东讲 主要是五个方面 第一就是 协商国际问题 第二呢 是就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和政协会议的组成人员的人选 进行协商 第三 就国家的各方面的建设事业 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四 就民主党派 各党派之间 进行协调 第五 在自愿的基础上 学习马列主义 改造思想 同时 鉴于新的情况 对政协的组织结构 也做了调整 原来政协呢 是三个层次 也就是说 第一个层次是政协的全体会议 第二个层次是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 第三个层次是地方委员会 现在改成两个层次 就是不要全体会议了 只要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 两个层次 另外呢 原来政协界别里边 有一个区域界别和解放居界别 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已经实行了按区域的选举 所以区域代表 就不再作为政协的单位之一了 而解放军呢 也不再作为一个政治团体 参加政协 所以这个政协呢 就减少了这样两个单位 不再有区域代表和解放军代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 政协第二次会议召开 就使得中国政治这样一个格局啊 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政协会议 这样一个格局 就正式确定下来了 而这个格局呢 就延续到后来 一直到现在 我们把它简称为 每年春天的两会召开 就是这样形成的 那么今天的讲座就来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